有神的同在,希望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就是要寻求神,不要离弃神 就好像这些刚才找一开始我跟人家 就好像一个baby紧紧,等着他妈妈,没有放过 这不是一个很深奥的神学念品 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 凡群求主同在的人都能得到 不是,现在问题不在于上帝与我们同不同在 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最要紧的就是不断的追群求神 以致祂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人是一个很上万的活物 我们常常在担心上的爱 灾爱啦,灵败爱啦,阿上帝也我们同在嘛 可是我们常常太专注我们的工作 在专注我们生活的时候,太专注我们这样的时候 以致把野活忘记了 我们忘记那一刻,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神同在真的主要 神同在真的有福气有祝福 我们要常常建议那种的意识 此时此刻,神秘是不是与我同在 要常常问这个问题,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神秘有与我同在 神通过一个不知名的先知 向以色列的大祭司以利传递信息 并借以启示他同在的议定 当时以利违背 就是违背神 神曾经一直向他说话,警戒他有关于 不要让罪恶捆绑 跟以罪妥协的事情 可是以利 这边听,这边出 完全都不顾神的祸 其后,这个不知名的先知 对以利,以利这样说 说什么呢,我们来看 因此耶和以色列的上帝说 我承受,他已经讲过了 你和你父家,你必有你行在荣业前 现在耶和我却说 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大家,跟我们一起 最后一句,因为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描述我的 我他必被欣赐 所以神同在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要看重 你要尊重 有看重神的同在 当你有看重神的同在的时候呢 神 就有同在 如果你是爱啊 神同在 我同在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说姐妹 这边 这边讲亲事啊 那你问我们说啊 什么是 情况是叫做亲事上帝呢 或者是亲事上帝的重同在呢 被亲事就是 关乎神 挪去他的同在 这并非说 神定那个人的罪 乃是要 他要靠自己 属 血气的力量 去做事 去做人 神告诉义尼说 我本来是要祝福你的家的 恩待你的家的 但是里面是我 容 容让 容忍 让罪恶来掌管 放重轻易 将我 放在 圆圆的 收在 圆圆的地方 现在 我要将我的同在 从尼的身上 挪掉 从尼的身上 我们看到 本来是一个 有神同在的人 因为 不重视 不尊重 描述神同在 神从他身上 挪走 神同在这些事情 从尼的身上 但是里面我们看到 原来 神的同在 会离我们而去 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以利是知 明明知道错 却明知故犯的一个人 以利不是一个普通人 以利是 撒摩尔的老师 他很懂神 可是偏偏 背道恶心 逆道恶心 导致神从他身上 挪走了 就好像许多人 刚刚信主的时候 心中是充满 信心的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 他们就渐渐的冷淡 开始畏逐 他们轻看他的吩咐 固态 富盟 就是 回到以前的情况一样 然而 他们以为 神仍旧 依旧 以他们同在 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你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信主 看待神 我们是真的很 很很很 看重神同在 常祷告啊 常独经啊 常去救神啊 还跑来问什么什么 我这样做可不可以 因为你怕得罪神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啊 哎呀不要紧啊 一次两次不要紧的 哎呀上帝知道的 知道我的软弱 掩量我的 久而久之 这样的人 就麻烦了 他们以为 神还以他们同在 这才是最可怕 今天你没有 你知道 神没有你的同在 你还有不具的方法 最可怕的是 你以为 神以同在 其实神已经离开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一种 和一种的虚幻谎言 圣经说 很清楚的说明 告诉我们说 你若你远离他 他必远离你 然后 另一处的圣经说 你当你亲近他 他就 哈喽 有人在吗 当你亲近他 他就 他就 亲近你 神的话语出来 不 不难 也不 难明白的 可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是不要去死 He will donate to him He will donate to you 神经 这是一个应语的 你亲近他的时候 神就必亲近你 准备 两个人 参加 同